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今天的车友的需求 跟很多的车友其实都是一样 觉得RAV4开起来的感觉很OK 但是就是后座的乘客会特别容易会晃 会晕车 尤其是山路的时候 所以今天车主的需求就只有一个而已 希望改装KT的道路板避震器之后 想要的感觉就是开起来 有可能会比较类似像欧系车的操控感觉 后座的可能乘客不会那么晃 所以今天要安装的版本是KT的一样 是KT的道路板避震器 可是今天的车友并没有要把车高降得特别低 所以并不用再加装后方的仰角调整器 只有改装KT的避震器而已 那我们因为有很多的步骤还没有安装上去 所以我刚好有原厂的东西可以提供给车友们来做参考 稍等一下 这里有一个这个是KT的避震器 那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特殊的斜度 这个斜度的话因为Rawful 5代它的上座 是有一个8度的斜度 所以没有原厂的上座 需要把这个特殊的斜度把它做出来 之前影片当中因为师傅其实都已经安装上去了 所以我没有机会把KT的避震器 忠实的传达给大家来当参考 这个是上座的部分 那上座的中间点它有一个旋钮 我用前置镜头所以字是导装的吧 导字的 这个旋钮就是在调整鼠尼 往顺时针往H的方向它就会变硬 往逆时针的话就变软 所以它一共有30段的软硬度可以来做调整 那30段基本上来说 一般车友如果一样是装原厂18寸的话 大概都调到中间值 大概15段15段左右车友的反应就相当的都还不错了 这个斜度很特别 那沿用原厂上座还有一个缺点就是 它的上座跟轴心其实它有一个缺角 有一个特殊的安装的角度进去 它才不会造成它的上座轴承容易损坏 所以沿用原厂上座这个车很OK 因为车还很新 上座一定还没坏掉 但是万一安装的顺序跟程序不对 沿用原厂上座就有可能造成一个异音的问题 所以会建议有原厂上座 有上座的一个设计 对计时来说会比较便捷一点点 比较不会有安装上的失误 那这个是前面的弹簧 一般道路版KT的配置是配置200长7公斤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并不是直卷式的弹簧 毕竟这个RAV5代它都还是一个休旅车 所以舒适度的话很受到车友们的要求 那这个车款如果是竞技版的 的确KT配置也是配置直卷式的弹簧 但是道路版本的为了要维持应该要有的舒适度 所以我们把它的这个的 它的OD值把它的外径把它拉大 变成一个好像灯笼状的弹簧 所以当它在遇到路面不平整的时候的回馈感 不会是直上直下有一部分的力道 或往两旁来释放 所以它的乘坐感觉就会变得比较舒适一点点 那今天的车高只有列降大概一公分左右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长度是调得比较长一点点的 那这里有一些像是这个是要锁原厂的前面的理载串锁点 这个都是跟原厂一样的位置 那前面车高的调整 它不是靠压缩弹簧去改变车高 它是靠调整这个的长短度来改变车高 如果要比较高的话 我需要把这个蓝色角度往下延伸 它整体的长度变长了 它的车高就变高 所以它并不是靠压缩弹簧去改变车高 有一种避免器像我们昨天 在其他社团开的CAMERY DAI 那个是TING的一个比较低阶的版本 它是靠预载弹簧的方式来改变车高 那当然弹簧逼得比较紧 它的公斤数变高 车高就变高 可是它的车高就变硬了 低的时候就变软 所以这样的方式的话是比较节省成本的一个设计 但KT的话这个叫统身可调 统身可调的设计 它能调高跟调低的范围会比较宽 而且不会受限于调高就变硬 或者是调低会变软之类的 所以它的设计的话比较多功能化 也就是说这个JC的避震器 高低能调整 软硬度的话也都是能调整 这个是KT的前面避震器 那我们再来介绍其他的 我们背景声音还是持续在施工当中 所以会比较吵一点点 那换来介绍后方的部分好了 这个是RAV4 5代后面的弹网 很长 很长 那上橡皮还有下橡皮的部分呢 都是要沿用原厂的零件 那这个是 这个世代大家应该都有做功课了 对吧 这个5代的RAV4 它的底盘叫TNGA 那TNGA 大概最早使用TNGA底盘 应该是CHR 后来的Auris 或者是 还有Artis的12代 它一样是用这个系列的底盘 那它的后面避震器形成 其实是比较短的 因为它的支币 设定在比较偏向支点的位置 所以它的避震器其实不长 好 那我把它的防尘套跟馒头 把它拆下来 这一节 从这里到这里 这个就是后方避震器它作动的行程 其实以这样的悬吊系统来说 它算是短的 因为它比较偏向支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防尘套里面有一个馒头 可能看不太到 它的馒头的长度 大概是这一节 这样看得到 大概是这么长度 好 那我把这个长度把它挪来这里 这一节是扣掉馒头它作动的长度 所以只有剩下这一段这个区段 是它正常能作动的范围 也许有可能载重比较重 或者是预造比较大的坑洞 这一节的行程用完毕之后 它就可能会压缩到馒头的空间 所以它在设定上的话 底盘的条件上的话 如果以这样悬吊系统 经理不建议改装短滩化 因为短滩化它会压缩掉它原来的行程 除非会建议这么做好了 如果改短滩化的话 我们把这个后方的馒头把它切一半掉 它就比较不会容易有满载 遇到大坑洞就容易有触底的状况 这个是后方桶身像这样悬吊系统 在做其他方式改装的时候 建议车友们要留意的地方 KT的话后方的弹簧是配置230厂6公斤 它的结构组合是这样子 这个有一个基座 这个基座一般我们叫Hiloki Hiloki的用意就是这个基座 可以调长调短 那调长调短就能来改变后方的车高 这个是后方的弹簧 230厂6公斤 再跟这个调整机构来做搭配组合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现在这样子的组合是最高的车高 大概还比原厂低1公分到1.5公分左右 230厂6公斤 那这个基座是放在下方的 好那再来看一下 好后方KT的筒身好了 超热的 这个是后方的筒身 KT的筒身它能调长调短 但是后方的长短改变并没有办法影响车高 这个后方的长短它并不能影响车高 它只能来取决于后弹簧的预载 我如果要把弹簧预载的比较紧一点点 我这个长度要把它缩的比较短 所以这个后面的弹簧跟避震器分开的结构 后筒身不能调整车高 这个建议车友们可以 如果没有装KT的品牌也没关系 但是这些安装的一些重点 都提醒车友们要来注意 好这里有一个长得很奇怪的地方 这个旋钮 这里有一个旋钮 这个旋钮是在调整后方的软硬度的 一样是往顺时针它就变硬 往逆时针的话是变软 那调整的秘诀 左边跟右边一定要对称 它的原厂上座 后面的避震器上方的话 有一个蛮大型的上座 那一个上座是需要拆下来 然后锁附在这个上面 所以后方的上座是需要沿用原厂 但这台车的后面上座 其实如果不泡到油的话 其实不太会坏 那后方的话有一些零配件的 包含是这个的防尘套 防尘套内部的话还有一个馒头 所以这个是密合度也很棒 这个都是专为TNGA这个车系 所开发的一个零配件 这个是后方 那后方的预载很重要 就是桶身不能缩得太短 如果缩得太短的话 它弹簧就一定会不好做 那后方差不多是这样 来我们换来把镜头移到前面 可是今天没有小边儿 今天没有小边 所以今天的移动镜头会有点晃 请车友们包含台中35度 高雄的话不就更热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把镜头移过来 如果车友有问题请不用客气 我会把镜头移动到车友们想要看的地方 今天假日大家应该都休息吧 好那我们移动来前面 这是后方原厂的样子 这里有一个 这个是原厂的后面的上座 那这是后方的 车友有改了 这个是后方的加粗的防晴感 看这个颜色应该是Summit 如歌家的产品 这台车是银灰色的 这台车是油电款的 二轮驱动的版本 这个弹簧就是刚刚经理介绍的 它是一个大圈径的弹簧 那这里有刹车油管的固定位置 还有ABS感应线的固定位置 还有ABS感应线的第二个固定位置 这些全部都是符合原厂的标准 固定的方式都还蛮完美的 然后这边的话有一个理载串 理载串的话 这个是锁原厂的防晴感 这个的位置也都用原厂就可以了 用原厂有什么好处就是 第一个不用再多花钱买强化的 第二个有可能我们车开个八万十万 甚至是更多的里程数 理载算万一日后要做更换的时候 很方便我们买原厂的规格 嫌原厂太贵也没关系 我们就买副厂的也可以 所以这个有很多的选择 日后的维修上会比较便捷 这一颗是油电板的引擎 我们来看一下 油电的都是2.5升对吧 车友也有装了 这个Summit的前引擎式的拉杆 那它的前面斜上座 这个角度可能有点难拍 这里拍得到 这边比较高 那边比较低 所以它的上座是有一个特殊这样的斜度 所以KT也都是做的 跟原厂一模一样的斜度 这里有一个旋钮 所以前面的RAV4 5代 要调整阻尼的时候很方便 引擎式打开 从这个地方就能调整 像其他车系 有的就会比较麻烦一些喔 像KUGA的话 这个零件都要拆掉 才有办法调整得到 RAV4的话很简单 从4代5代都是一样的方式 引擎式打开就能调整 现在师傅的话是在装另外一边 所以我们一边直播 一边施工 所以声音会比较吵一点点 车友有没有问题 这台车其实都还是维持原厂的啦 旅圈啦 还有轮胎都还是 因为这个是今年才刚先的车啊 所以就单纯是车友啦 觉得乘坐起来感觉又比较晃 再来改装KT的避震器 另外一边好了哈 好 这个是原厂拆下来的零件 好 小马这边先让我播一下好不好 好 这个是有电款的嘛 好谢谢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台啊 因为车友没有要降很低 如果啦 之前有看过经理直播就可以看到 这个如果车友没有要降比较低的话 这一只羊角就需要改成可调式的 才不会造成轮胎内侧会磁胎 所以这个如果要降的比较低 就建议这一只要一并改装 这个是后方的调整机构 然后这个是后方的弹簧 那它的上座在这里 上座的下方有一个旋钮 这个旋钮就是刚刚介绍的 可以调整软硬的 这个是今年才交车的 然后轮胎里轮胎都还是微型原厂的 这台车的车动其实不算轻的 修理车来说不算轻 不算轻 但是它的油电款所以节能效果很夸张 对吧 超级省 好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如果车友们有需要试诚 有任何问题再跟我们联络 谢谢大家 拜拜